小小 给我站住 季默 这个孩子名叫武艺 他是你哥哥的遗孤 我也是花了几个月 才弄清楚的 这个孩子跟着一个单身女人 吃不饱 穿不好 我这心里 就过不去 爸 你放心 既然是大哥的孩子 我一定会拿回抚养权 把这孩子带回妻家的 看样子是有人退房 真是天中魔眼 你谁啊 噓 噓 我是那个 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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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 你没有是谁啊 原来你在这儿啊 宝洁 你 去 我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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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哪儿啊 宝洁 宝洁 把我的房间退了 再给我背一辆车 我要去见见我的小侄子 順便 會也會的 吳嬌嬌 這次醫藥費一分都別交上 大哥 我剛才真的沒有動手 我 我沒錢陪你們醫藥費的 吳嬌嬌你等著 我們一定會找到你 你逃不掉的 我不逃 我不逃啊 我絕對絕對不逃 你這小孩怎麼這麼倔啊 你們半年都沒交房租了 趕緊給我搬出去 媽媽說我租在這裡 這裡就是我家 也不能搶走 你誰啊 我是他二 二師弟 什麼二師弟 你是媽媽派來的新土地 和我一起來保護武館的 對不對 對 大師兄 你別怕 誰都不會傷著你 你看 把這兒買下來 幫我手去找我 好的老闆 就是因為這個暴露狂 我還要賠醫藥費 我哪有錢賠醫藥費啊 無業 媽媽 你 你 感謝的話就不用說了 我已經接受了 感謝 謝你個大頭鬼啊 我甩他們甩了三條結 好不容易甩掉了 這下又爛上我了 跟我有什麼關係啊 女人 我們老闆呀 對女人也不感興趣 我們希望你能主動讓出撫養權 畢竟 你也只是他的小姨嘛 做什麼春秋大夢呢 回吧你 老闆 算妥了 這幾天把睡一覺就齊了 不做 忘了給你正式的自我介紹 我是你的縣人 房東其末 走 故意 對了雁凱 這個房子有點年久失修 該好好裝修就裝修了 這兒 給我換個花根石的 還有那個屋子 都拆了 對著幹吧 好的 都什麼奇墨 奇墨滿下午關了 給我盯緊點 別被他發現 一切按計劃進行 五嬌交室吧 合同上面寫得很清楚了 如果賈方強行 先喝水 好 好 我 其實啊 你現在把我們趕出去的話 還要賠給我們錢 這多不合適啊 但是如果你讓我們繼續住下去 還能收縮是不是 我把這房子都買下了 你覺得我還在乎這點房子 對 大老 是我潛伏了 啊 我把這房子都買下了 你看 你看 你跟我都是武藝的至親 你留錢多到 我不在乎這點房子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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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如讓我們在這裡相親相愛地生活下去 你想一想 這個畫面跟多美好 我買下這裡呢 本來就是為了照顧武藝 可我今天見到你以後 我才發現武藝的生活環境 比我想像的惡劣得多 把武藝交流 我根本不放棄 你要 現在放棄武藝的富藥全 這個房子 就歸你了 要嘛 你現在就從這個房子裡給我搬出去 武藝 我們現在就搬走 富藥全想都不要想 媽媽 為什麼要搬家呀 我們要被惠房東趕走了嗎 對 惠房東 二師爹 我們說好了要一起保護武館 那你快想想辦法 你就忍心 讓武藝跟你一起 嗯 現在我就說是行李 就像武春遊一樣 你看一下我要開始了 嗯 武藝 喜歡這裡嗎 這裡是我家 我當然喜歡啦 那你和二師弟一起住在這裡 二師爹我特別特別喜歡你 不過我的保護媽媽 她一個人在外 會被壞人欺負的 好 如你所願 我們現在就搬走 等一下 我是不會把武藝的撫養權交給你的 笑話 武藝本來就是我們齊家人 早晚會回到我們齊家 你一個外人 有什麼好使我感動的 那你問問武藝 他更喜歡跟誰在一起 他表現得還不夠明顯嗎 他 喜 歡 我 血脈相連 第一眼就喜歡那種 你 行 不跟你一般見識 那只是一個小孩子的三分鐘熱度 虧你是個大人 還相信這個 我信不信不重要 你把武藝的撫養權還給我 我讓你見識一下 什麼叫做親情的扭帶 肩不可搓 痴人說夢 走著瞧 我還想吃 那只能再吃最後一口 我們就回家了 好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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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下去 不行 小宝 小宝 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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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怎么了 你没事吧 二师弟带我洗香香啦 你 你你你 五三招 你到底对我有何企图 你不要自作多情啊 给我 干什么 你竟然以为我会偷孩子 我堂堂其木怎么会做这么不入流的事 今天这件事 你道个歉 写个保证书 就算了 道什么歉 写什么保证书 我凭什么道歉 我凭什么道歉 当然是我觉得你对我不怀好意啊 你把我当色狼 你还把我当贼呢 你以后 离五一两米远 我看你就像不怀好意 你 以后离我也两米远 我看你对我才像不怀好意 我都凑进尺 我像鸭软 迟到了 谁送我像鸭软 有你什么事啊 郭乔乔 你还说我不是对我不怀好意 两米 我们习武之人 磕磕碰碰在所难免 你要是接受不了的话 你就不要留在我武馆 当徒弟 我再说一次 我留在武馆 是监督你 并照顾武艺 好让武艺 堂堂正正地回到我齐家 我为什么要回齐家 你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才不是 别瞎说 别送我去幼儿园 既然这样 我们就用这世界上 最公平 且最公正的方式来决定 石头剪刀布 我赢了 不 我还没答应呢 五小焦 你玩了也是 行 那我们就让五一自己决定 五一 你想让谁送你去上学呢 小宝 二师弟 五小焦 二师弟 这个女人 过分 好累啊 还有一点就饭完了 快这个 这害的都抓到了 爸爸这几天陪着你开不开心 开心 这个 还玩吗 你不玩了 咱们以后再来 走 我们吃好吃的去 这齐末 不会这么快 就能跟五一 培养出来感情吧 我天天在外面发传单 阴魂不散的齐末 天天缠着五一 不行 这草莓的造型 阿尔不特吗 我们齐总吃草莓 只是草莓尖尖的三分之一 您这盘是草莓屁品 我天 这么大的批评 太矫情了吧 喂 齐末 我们齐总最近很辛苦的 你说话不要这么大声 他辛苦 这一枚工作 二枚带把 这说到辛苦啊 为事要亲自给你疗伤 起来 这 我看你这身体还可以吗 还可以继续练 今天这天气啊 风和日亮 我觉得 特别适合集训 我去换件衣服 五分钟后集训 中间 不再给你 决定 别给你 Being negative when you should be getting after it I got facts 穿的 喂 经理 什么 三倍人流量 全是学生跟家长 我马上就到 能不能想 能想 你们先练着 我一会儿回来 我坑洞 这衣服都淋湿了 我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其实 你不用这么辛苦的 你把武艺的分享圈给我不就麻烦了 分享圈 休想 妈妈 你回来了 想我了 特别想妈妈 小柔阿姨今天跟我打电话的时候说 你想吃肉了啦 妈妈 做什么我都喜欢吃 我吃小妈妈 快去洗手 准备吃肉 太好了 太好了 老师弟 晚上可以吃肉肉了 今天为师的传单都发完了 大赦天下 勉强当上你吧 勉强 行啊 我看你能成多久 来 勉强 你这么缺钱 为什么抓着武艺的分享圈不放啊 他又不是你亲儿子 谁说他不是我亲儿子 谁说我母亲 我就会跟他打架 打到他负 行行行行 咱们不打架了啊 我就是 看你这样工作 挺辛苦的 我不辛苦啊 我要在这里 把武艺养大 我姐姐只是失踪了 他肯定会回来 我一定要把武艺还给他 哎 啊 托儿啊 嗯 我们一定要 努力 我们一定要 努力 哎 齐莫这造型好奇特啊 昨晚说在这儿啦 连自己都照顾不好 还想照顾武艺 干的还挺快嘛 嗯 嗯 嗯 佐鼻潇 嗯 嗯 谁 嗯 侍 呀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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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同风雨 你怎么在这 您看 当初入职的时候 我给你提的最基本的要求 你都忘记了 我再强调你 衣服我只穿限量的 什么 这不是限量的 虽然撞山 气势拉铁撞 还是我船上更帅气 赢了 东方雨 你来这个 我回家 回家 这是你家啊 差不多吧 娇娇家就是我家 齐总 你怎么会在这 忘了告诉你 现在这个房子的房主 是我 只是房东啊 我说怎么没听娇娇提起我 原来娇娇很久没有和你联系了 毕竟 我在这住了很长的时间 这是小柔做给武艺跟娇娇的 他们最喜欢吃 武艺是不会吃的 东方雨 你是不知道这些小菜里亚硝酸盐超标是有多严重是吗 亚硝酸盐在三天后达到顶功会快速减少 这些生活常识你会不知道 减少 不代表 高血压 脱发 甚至这些癌变 这些都会发生 谁也不是拿烟菜当饭 你有些夸张 房换人物 你知道 烟菜是我们劳动人民之后 也就是传承 随你吧 反正 他们是不会吃的 就像 卵阳清肠的那个项目 你怎么挣扎都是徒劳 最终 徒劳就好 怎么走着瞧 小花梦 妈妈 我觉得你最温柔了 是吧 我也觉得我超级温柔的 所以我要找一个厉害的人保护妈妈 哎呀 我们家小宝这么小就这么通通了 那你有合适的人选了吗 有啊 阿西地 他 他哪里合适啊 跟我一起保护物馆 房东这么凶 还不敢对二师弟发火啊 他那个呀 是超能力 哇 二师弟还有超能力啊 那就更适合了 小朋友 你可想清楚了哦 二师弟对妈妈 可一点都不温柔呢 二师弟昨天把妈妈抱回屋 还用火烤烤小熊衣服 是吗 小雨哥你怎么来了 最强女子的游戏我再也要玩就玩过 妈妈我可以一起玩吗 小雨哥你怎么来了 我以为你一直在出差呢 哦 他来找我的 一会儿就回去了 你们俩也认识啊 生育上有些来往 我带手 我 我这刚出差回来 就赶紧 还是我们家五一最了解 小雨哥 我 我 在我和小菜中选一个 你选谁呀 当然你自己偏偷都要来 嗯 但是你没有小菜好吃哦 妈妈我去画画了画文画 还得完成作业 去吧老师跟我说过了 小雨哥 你作为我们旗下的继承人 你怎么能轻易说 这些个小菜好吃呢 这 我听说前段时间 房东一直来找事 小柔也是刚告诉我 那 其实没什么 都已经解决了 你 要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哎 真的没有 你别忽悔了 要不这样吧 你跟五一呢 先搬到我家去 正好房间还空着 小柔也可以跟你们做个伴 我还不想离开这里 万一我姐回来了 我怕她找不到我跟五一 而且我也是好不容易 才说服齐墨 让我们在这儿住下的 所以 齐墨真的是这儿的 房东 齐墨没有欺负你们吧 要不这样 我们可以把这个房子 买过来 东方云 还真不好意思 我这房子开的价 你买不起 我是不会让任何人 欺负佼佼的 妈妈 我换完换了 我去外面玩一会儿 去吧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嗯 你看看 这边去 走 刚才爱在这儿 跑哪儿去了 他学弟 雨 你在干什么呀 哈 只该死的不就这样 居然让年纪还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干这种事情 下车 完蛋了 嘿嘿 以后不准自己做这一项 那是你可是 你又可是 那是我永远 我懂 因为这个家妇就太多了 以后就由我来照顾你 可怜的无意 我教教你个恶毒的女人 我回来了 你们回来了 我现在就去做饭 你还知道回来了 你是不是觉得外面的花花世界很迷人眼 你说什么呢 吴佳佳 我看你是完全忘记了孩子的存在 你是不是皮又痒了 那你和东方语亲亲我我的时候 你知道我一直在干什么吗 我 他为这个家付出了太多了 你自己看 给我发个武艺照片干嘛 你看到了吗 谁都别想抢走武艺 喂 李老师 吴佳妈妈 你是不是不太支持 武艺课外活动呀 没有啊 我很支持她的 那好 你来接武艺时 来找我一下 好好好 我现在就去啊 李老师 我也去 怎么 我不是武艺家长吗 我 好好好 别抢了 小心点 这是大肠肉 今天是武艺爸爸和妈妈一块过来的 看来还是很支持我们的活动的嘛 打住啊李老师 我和这位女士没有任何关系 李老师啊 武艺有什么问题啊 是闯祸了吗 您跟我说吧 李老师 我是武艺未来的监护人 所以你有什么主要跟我说 是这样的 武艺妈妈 武艺小朋友今天下午没有来叫作业 打理小朋友是哭着回家的 武艺下午没叫作业 是的 武艺妈妈 我们知道当家长的都心疼小朋友 所以我们采用的是轮流外勤时间 是 我知道 之前跟打理妈妈都共同好了的 废物利用便废为宝的这个活动 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期了 武艺 你在干什么呀 这次是武艺和打理小朋友为一组 但是今天下午武艺没有来 打理小朋友哭了很久 才刚被他妈妈哄回家 我明明看到武艺捡了瓶子的 李老师 武艺真的是捡了瓶子的 只不过被乞丐给抢走了 我是扔了一些垃圾 可敬让武艺一个人去上学也不对啊 现在路况这么复杂 它还这么小 万一遇到什么危险怎么办呢 你自己看 我们看到你出现了 才放心走的 谁知道你会把瓶子扔了 然后还不乱猜测别人 吵死我了 我是一直跟在武艺身后 看到你把他抱起来我才走的 老板 有些事 既然 你问我了 那我就和你讨论一下 如果一个人误会了 另一个人人品有问题 这怎么办 武娇娇这个人虽然脾气大了点 力气也大了点 但是也算不上坏人吧 话虽如此 可是我 谁说是武娇娇了 总之 两个人关系出现了裂痕 该怎么办 那当然是道歉咯 道歉 我不会 其他办法 老板 其实道歉这个事很简单 你放心 有你的小猪狗 拿捏 其木 你穿我胸头套干嘛 这花 给我的 送花了吗 哦 你是想跟我道歉 看在你这么有心的份上 我接受了 接受了就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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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你啊 道歉这种事情 谁要被人亲自来啊 哎 完了 发BQ了 我就说道歉没有用 你非得想这么蠢的办法 老板 事实要你自己道歉才有用 大师兄啊 师兄 我中花回来了 大师兄 你把脸弄这么脏 你不怕妈妈说你啊 不会的 二师兄放心吧 大师兄 大师兄 我问你啊 有一个朋友 把妈妈忍生气了 怎么去哄妈妈啊 妈妈最好哄了 我教你 妈妈回来了 你这是去哪儿了 怎么把脸弄这么脏啊 我去种花了 种花 老师说三个月之后就有花了 我要把它送给你 是吗 嗯 嗯 好了好了 那一会儿先去把衣服换了 妈妈今天给你做了你最喜欢吃的小熊饭团 妈妈最好了给二师弟也做一个吧 我才不给他做 小欢 不会是我的大师兄啊 谁是小欢吗 二师弟 妈妈最喜欢惊喜了 你要让他开心 然后趁他不注意亲一口 妈妈就不生气了 你待晚上不睡 在这儿干嘛呀 谁在这儿干嘛 这道线 我接受了 接受了 这道线 也挺容易的嘛 难道 是我做了什么反常的事 让他误会了 但是我很正常啊 难道是你像吴奕说的 他很适合我 我长相啊 是蛮帅的 不对 轻轻一点 行不行 不能想这些我都没的 喂 佼佼 我又失联了 有地方 赶紧过来 行 马上过来 这种容易就接受了 我准备了那么多话还没说 他肯定也有很多话想对我说吧 这招 这么晚了他还去哪儿啊 干杯 干杯 小柔 你又再一次失恋了 嗯 的确值得纪念 但是 只是最后一杯了 我不能喝多的 等等等 你要还是小时照顾武艺 咱们什么时候想弄大醉场 小朋友嘛 总是一眨眼就长大了 让可怕的他桃花 统统滚搭吧 统统滚搭 干杯 你就一直让武艺叫你妈妈呀 这样多档桃花呀 我姐不在 我就是他妈妈 别人都有 他没有 我小心 可是我们要是一直不回来 该怎么办 他会回来的 他要是知道 小宝现在这么 可爱 活泼 听话 懂事 行行行 知道你家武艺全世界最棒 你不觉得吗 这小子长大以后 肯定是一个 芳心纵活犯 可不是吗 他就那么一下子 就俘获了堂堂其走 这不是俘获 这是引狼入室 我第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奇梦 肯定是一个反派角色 小宝还蒙在鼓里呢 他不就长了一张帅脸还有钱吗 我带着小宝 我还是出去 小招 我这招 你看看现在几点了 可以 听起来 谁让你搅帮我们的生活的 金 情络你这个放心纵火饭 从我心里搬出去 吴小小 从今天开始 你要对我负责 什么鬼 我怎么会做这种梦 你的意思 这件事情是要谁负责 当然你负责 全班那么多小朋友 都看到武艺推我儿子了 本来这是一些很小的事情 可我们家武艺却说是被冤枉的 而我 信任我们家武艺说的每一个字 那你想怎么样 你家儿子先动手的 我家儿子手都破了 开了什么无管 这位女士 请你注意你的行为 没事没事 我来处理 小胖妈 你也别生气 小朋友之间吧 磕磕磕磕难免的 别扯这些没用的 赶紧给钱 好好好 对 把我儿子手都摔断了 可不是 还扬言说 让我好看 把我家小胖都吓哭了 你可得为你外甥做主啊 岂有此理 他这分明是敲诈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也不知道 那么多钱呢 你还真打算赔钱啊 难不成真是武艺 打伤了他儿子 小孩子下手没情没重 武艺说不是他大的 那肯定就不是他大的 小宝的品行我最了解 那你还打算赔钱 这小朋友之间的事 说到底 还是大人之间的事 二师弟 妈妈因为我肯定又要花很多钱了 大师兄 你因为这件事情不开心啊 嗯 那我问你 你和小胖是怎么回事啊 小胖说我没有爸爸 我说我有二师弟 祝福馆的大戒指 我最勇敢了 你最勇敢了 那把事情交给二师弟 大师兄不要不开心了 我不会让师父花钱的好不好 嗯 我倒要看看这个五娇娇 能折腾出什么花样了 那你想怎么样 你家儿子先动手的啊 我家儿子手都破了 别扯那些没用的 赶紧给钱 好好好 妈妈 二师弟昨天说 不用 更不是我们这里的教职工 这监控视频 我们真没办法给您看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这个监控视频 今天不管谁来了都看不了 除非园长他亲自 有你这话就够了 既然你相信不是武艺弄伤小胖 那这个事情就简单了 不简单 这间幼儿园的原生 这件事情不是第一次 肯定也不是最后一次 所以呢 所以你不了解情况 就不要乱插手 你会越搞越乱的 我会在家长群里呢 多发一点红包 再买一点礼品 去看望一下小胖 家长群 是微信群吗 不是 做《当时你叻》 啊 他 但是我们说好了 你不要乱讲话 不要张扬啊 知道了 看我心情 先走喽 我怎么把它拉进去呢 这个起步就会停了 小胖妈那边我还没 吴姨妈 小胖妈 我刚才正要去找你呢 对不起啊 吴姨妈 您当然有大量原谅我吧 吴姨妈 什么情况 虽然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小胖妈不追究 我不用赔钱 那就是圆满解决 就要好好庆祝一下 这新来的明运园长也太帅了 什么时候开家长会啊 那家长能赔赌吗 什么时候来了个明运园长 难道小胖妈道歉 是因为这个明运园长 这新来的明运园长也太帅了 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去看一眼 吴姨妈妈 新园长是吴姨爸爸吗 我都不知道吴姨爸爸是谁啊 各位家长你们好 我的名字叫齐木 也是吴姨的家长 你什么时候成明运园长了 那想康雀就呢 那想康雀就呢 你怎么做到的 当然是能力出众啊 你有什么能力出众的呀 我也能力出众 我们之间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有什么区别啊 无伴无寡 带孩子们强身见底了 陶冶情操啊 纵容恶忍 那么像武艺这样的小朋友 还有可能会受到伤害 所以我担任明运园长 就是要时刻提醒学校的管理层和老师 彻底杜绝这样的问题 面对老师和小朋友一视同仁 面对问题的时候 都不会推卸责任或者视而不见 只有这样 才能培养出像武艺一样 优秀又聪明的孩子 武艺 最近二师弟为我们努力了这么多 我们今天好好考虑考虑他 好 可是这些好吃的都是二师弟准备的呀 借花 谢佛吗 你自己都是个小孩 还要带个孩子 真是辛苦你了 妈妈 妈妈我就说二师弟特别适合 嘘 吃饭吧 对 赶紧吃饭吧 这边是没加香菜的 其末还挺细腺 注意到我平时都不吃香菜 其实 他平时也蛮照顾我们的 对了 最近幼儿园的家长们都问你和武艺是什么关系 你怎么回答的 实话实说呗 二师弟 二师弟啊 二师弟啊 比起二师弟我还更想要一个爸爸 我爸爸 小柔,你哥怎麼突然要到我家住? 就是我家不方便吧 你家有什麼不方便的? 我談戀愛了 你怎麼這麼快就脫單了? 不管嘛,你就幫我照顧我哥幾天 我哥就拜託你了 快來,不是 哥,有我的助攻,你一定可以的 東方宇 你把這當旅店還是飯館嗎? 想來就來,想走就走嗎? 我也只是常回家看坎兒 行了,你看到了,我很好,你可以回去了 賴在這兒不走的人,應該不是我吧 恐怕你還沒搞清楚,我才是這兒的房東 你們在聊什麼呀? 啊,沒什麼 東方宇說他累了,想回去休息了 他不走了 我不同意 你為什麼不同意 我是房東,我說了算 我是這兒的租貨,我說了算 老規矩,剪刀石頭鋪,誰贏,誰說了算 剪刀石頭鋪,我贏了 東方宇,你可以走 武藝還在房間等,你幫他洗澡 你快去,你快去 你快去 我知道,我知道 我同意啊 這段時間我一直在出差,剛回來 所以,接下來有更多時間來照顧你跟武藝了 哦 你是專程來看武藝的 我是專程來看你的 好 好 小宇哥,你專程來看我的 你,是專程來看武藝的 我是專程來看武藝的 你是專程來看你的 是 是 你自己都是个小孩 怎么带小孩 我想什么呢 我问什么会把他那两个东西 又是同款睡衣 是令人不熟 东方雨 我警告你 我期望这辈子 没有和另一个人在一个房间睡 别给我发出任何声响 否则 别怪我把你赶出去 那我走就等了 也不知道刚才是谁 非要让我跟他睡一个房间 好 那我去找我一睡 等一下 我就勉强 接受你在这儿住下吧 齐磨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然后我找我 还想着想着 你什么时候 你为什么要听你 你van 你不是真的 你我在今天 就是你 我说明说明让我 你也不会听我 你不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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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 你不听我 为了武艺的抚养权 以他的实力 早就能把武艺抢走 可他为什么 还要大费周章地住在这儿 东方元 你半夜不睡觉 发什么神经 秦牧 你为什么要一直 住在佼佼家里 看样子就算不理的 我今晚也别想睡 行吧 罗方元 今天我就和你 开诚不公地聊一次 那你住在佼佼家里 真的只是为了 武艺的抚养权吗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为什么总来照 我跟佼佼是青梅除马 也可以说从小 看着他长大的 武伯伯照顾不过来 他们姐妹俩的时候 就会把佼佼 送到我家里来照顾 我给他买的第一个养娃娃 第一次送他去学校 包括他父母去世 我陪他熬过最艰难的时刻 那又怎么样 我俩 是这个巷子里面公认的一对 我们双方的父母都像 我们长大成人以后变成亲家 小柔也是早早地 把佼佼当成大嫂来对待 所以呢 还不是没有缘分 要是你请我愿的话 早就在一起 不是缘分的问题 我一直接受不了 佼佼抚养武艺 不过我现在也想明白了 既然我喜欢佼佼 想要跟他在一起 那就要接受武艺 至于用什么样的身份 成为一家人 这已经不重要 大柱 我可不想跟你成为一家人 那是你能决定的吗 行 我就跟你分析一下 你们所谓的青梅竹马 一起长大 二十多年了都没在一起 这是什么 这就是有缘无缝 说明武佼佼心里 本来就没有你 还有 你说你接受了武艺 武艺也接受了你吗 我就不 教练 七总 你是不是肠胃不好 谁肠胃不好 明明是你还恶人相告状 我要不是看你睡得香啊 我早就把你赶出去了 才能不说 这东方雨还居然嫌弃我 这东方雨 你不会跟我娇娇说了吧 不会的不会的 二师弟 东方叔叔已经做好早饭了 大师兄 不就应该他做 我也不会啊 妈妈很喜欢哦 都夸了东方叔叔了 走 小焦 你最近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你要遇到什么困难了 可以跟我讲 小语哥 这好好吃啊 这是今天在店里买的吐司 明天我做给你吃 会更好吃 不就是做面包吗 谁不会啊 那你来啊 来就来 你教我 这样吧 道个歉 道个歉 我去教你 我还真不信这个邪了 哦 我错了 来 你教 你这个道歉态度不常搞 不教 有些人吧 就是嘴硬 就像早上放了屁 都发运 你今天这么辛苦 给你这个分解 不受营养 小宝 你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任务 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什么 就是参好这两个人 别让他们打起来 啊 妈妈交给我 交给你了 啊 你们开心就好 拜拜 哎 走走走 带你找吃的去 你 摔死的 叫我吃的 你 不敢吃 好 小语哥 二师弟 为什么总是你来接我 怎么 我来接你你不高兴啊 高兴啊 我知道了 你想让你妈妈来接你 我吃醋了 我想让你们俩一起接我 那你跟你妈妈说了没有啊 没有 你为什么不说呢 二师弟 你是不是想跟我一起生活 对啊 我也想跟你一起生活 不过我不想你看妈妈 那我问你 在我和妈妈中选一个 你选谁啊 我不想选啊 不过你可以当我的爸爸 当你的爸爸 对啊 你们结婚就不用 拿喂我这个妇妇小孩了 我不用离开妈妈 还多了一个爸爸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 好好生活 该多好啊 来 是在这儿啊 是啊 怎么着呢 我看看地图啊 我为什么会逃走啊 你看一看 这些年我最期待的事发生了 我却逃走了 你看 是不是在这个烤鸭店旁边 好像是 难道是因为奇末 我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没事 喂 奇末 小伙在我这里 我那天才关一下骑士集团 小伙在我 啊 啊 啊 小伙在我 小伙在我 是妈妈的唇膏 你秃了妈妈的唇膏 就算你们今晚怼了 伍依 你就这么希望 我和你妈妈在一起啊 当然啦 你这么喜欢妈妈 谁说我喜欢她了 我可是其末 这么大的房子都是我的 你住的房子也是我的 我只是你妈妈的房东 你是不是喜欢妈妈呀 大师兄 我 partis 请不吝啥 by bwd6 我该不是要倒霉了吧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没事就好 我又不是叫你吧 赶紧去 嗯 这次一定拿下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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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难道 要等的不是我 是期末 我那个美 却自我 失去成功 我学失败 我说你能不能靠谱一点 三上 如果一个人喜欢你 他也许会说好话骗你 也可能会装作不认识 但是他的脚尖 是骗不了人的 一定会嘲笑你 老板 我努力克制对您的敬爱之意 吴依啊 你有没有想过 要一个爸爸呀 就是可以照顾你和妈妈 当然想过来 我觉得阿师弟姐特别适合 启 启末 对啊 我最喜欢阿师弟了 他长得又帅 又会保护妈妈 还是我都软长呢 那 和我比起来呢 虽然东方叔叔也很帅 会保护妈妈 但是你总不在妈妈身边保护他 昨天秦末也太不对劲了 这些家长也真是 他一个民园长了 叫师姐干嘛送他这么多 老板 你看 叫钱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 没什么 这都是什么呀 武艺班上的家长们 都给你准备了节日礼物 我 这个呢 是小美妈妈送你的爱心便当 这个呢 是晨晨妈妈送你的老家特产 哦 这个 子清妈妈送你的冬天第一条围巾 我不要 你给我偷偷去 这是武艺小朋友妈妈准备的 你要是不要 我 我要 你还给我准备了礼物呀 我现在无一妈妈的礼物 你看 都给我偷偷去 好嘞老板 谢谢 他怎么了 怎么这么开心啊 我们老板他 那是恋爱喽 恋爱 跟谁啊 小家还是冲冲不议 妈妈我想喝水 看一下啊 哎我来帮你吧 来 喝水 慢点好啊 这都一整天了 他的小姐从来没有吵上过我 难道 他真的不喜欢我 靠谱 是不是太久没去基层体验了 一而再再而三地搞我 以我的经验来看 我很确定武艺小喜欢你 您看 你看人的眼光是可以 但你的方法根本不可靠 这武艺小的小姐 永远冲着不一 那你有没有看武艺不在的时候 哎呀不看了 以后我再也不会相信 也是 老板 其实也用不着确认 我很肯定 武娇娇就是喜欢你 所以我们接下来 一举进攻 直接拿下 进攻 怎么进攻 老板 不要忘记你的身份嘛 飞啦飞啦 照片打印出来了 这么多张 看电影还迟到 你怎么回事啊 事出反常 必有妖 拿来我看 别看 原来你喜欢这张啊 好吧 家长会就带这张喽 要不算了吧 我觉得这张拍得不好 我扔了 我挺喜欢这张的呀 是吗 那什么 电影快开始了 走进去吧 电影选得不错 挺好看的 电影选得不错 我堂堂其末 这点品味还是有的 有有有 那个 照片可以还我了吗 那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张照片 那 我们石头剪刀布 赢了的话 照片归我 那是输了呢 输了 照片由你处置 比如说 带去开家长会 毕竟是你布置的 谁 谁说是我布置的 睡前一直等着你们的照片呢 我看太晚了就把它放下了 谢谢你啊 时间不早了 你们早点休息啊 记住我们的预理 明天一起开家长会 老板 我就说我佼佼喜欢你吧 我没有项目 把东方雨缠住 他一走 你们进展神速吧 行了行了 小猪哥我拿捏 看来 齐末那边是靠不住了 白鸣 是要和我 对着干了 齐总接下来交给我解决吧 齐总突发新港 现在安平医院抢救 懒床快起床啦 家长会要迟到了 齐末人呢 他没来肯定是上一二软去啦 我也不知道 那我们吃过早饭 也出发吧 嗯 齐末能去哪儿呢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倒是希望啊 他单纯就是忘了 对不起 妈妈已经开始担心她了 早餐 东方叔叔 可以给二师弟做一份吗 他回来会肚子饿的 好 东方叔叔 可以和我一起找二师弟吗 好 我陪你一起 舅舅 先别收拾了 走 去吧 回到了齐家 我去找他 谢谢 别担心 爷爷会好起来的 回忆 等爷爷醒了 我们跟爷爷打个招呼 我就先送你回去好不好 妈妈现在在着急呢 我也想陪爷爷 但我不想让妈妈担心 滚 滚 爸 爸 医生说 你已经脱离危险期了 在家休养一阵子 就能彻底回复 人老了 也没有多少时间了 乌依啊 想不想和爷爷一起生活 想啊 那以后就搬过来和爷爷一起住 爷爷 会给你所有好玩的玩具 和好吃的好不好啊 不好 爷爷那不行 我还得保护妈妈呢 不过你可以搬来物馆和我们一起住 搬来 你 你 爷爷那我在陪你一会好不好 嗯 爸 我的意思是 您身体刚恢复 需要多休息才是 吴小姐 吴小姐 您稍安物造 齐总马上就出来 老齐总现在身体状况并不是很好 正是需要家人陪伴的时候 他需要家人陪伴 那就抢走我的家人对吗 只是暂时 吴一还不能 为什么不能回去 佼佼 我爸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只需要吴一再陪他两天 两天以后我就把吴一给你还回来 好吗 我为什么不能带走我儿子 秦汪 你到我们家来 就是要拆散我们母子是吗 孙悄 你去 你的意思 这件事情是要谁负责 当然是你负责 你开的什么武器 这位女士 请你注意你的行为 纵容恶人 那么像武艺这样的小朋友 很有可能还会受到伤害 所以 我担任名誉园长 就是要时刻提醒学校的管理层和老师 彻底杜绝这样的问题 只有这样 才能培养出像武艺这样优秀 又聪明的孩子 我担任这个师傅 那是你 我担任这个视频 那是你 我担任CH 我担任天 我担任他们 Wasserman 我 真的很明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所做的一切 只是为了强奏无意吗 焦焦 你怎么不接电话呀 焦焦 人呢 焦焦 焦焦 喂 焦焦 哎 焦焦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啊 怎么了哥 那你知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去哪吗 应该去餐厅吧 好的 老板 再拿两打啤酒 我今天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地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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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 你是真的想跟寂寞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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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底是哪里做错的 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慢点 老板 你这样对五小姐 会不会太残忍了 你把五姨带走了 又不接她电话 老板 你确定你要这样做吗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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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小 期末的出现 真的会打乱我们原有的轨道吗 母义 小小 从今天开始 我要好好地保护你 不要你说到任何的伤害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护养权一到手 就马上召开股东大会 好的 这是你放弃无意抚养权的一些手续文件 请您签一下 公公 我是不会放弃抚养权的 吴小姐 我劝你好好想想 一个单身女子 又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 连自己都养活不了 你拿什么抚养无意 但齐家就不一样了 什么都能给他最好的 那又怎样 我是不会放弃无意抚养权的 我是不会放弃无意抚养权的 如果房子收回你的无管倒闭呢 请问要收回房子 他怎么能拆 吴小姐 我劝你想想清楚 怎么选才能对你和武艺都好 该怎么办呢 我不能离开无意 娇娇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帮你守住 无意的抚养权的 哥 你现在求婚是不是有点激进啊 不能再等了 以娇娇现在的生活状况 很难跟齐家争夺抚养权 只有我跟娇娇结婚 才能帮她守住小宝 这是在齐家动手之前 最快的办法 可是我觉得 有点唐突 我跟娇娇 那你得幸福呢 只要能跟娇娇在一起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了 况且 我早就应该这么做了 今天 我还想让无所谐 老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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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宝 妈妈 有没有人欺负你啊 没有啊 我跟二十弟约好了 要跟妈妈一个清醒的 清醒 奇莫要带五一回家 五一 妈妈先不说了 二十弟来接我了 小宝 无论怎么样 妈妈一定会带你回家的 他和那个女人一起生活多少年了 我想见我孙子一会儿 你又说 挺久了 秦莫 你到底什么意思 老板 齐老的身体重困的确如你所想 而且账目搜那边动向 已经汇报过了 可是以后 发给谭记者那边 另外 卖掉一些其他的股票 随时准备抄底我们自家的 但是现在有个更紧迫的问题 说 东方宇那边 好像是要打算和五娇娇 熊婚 不能让我两天 小宇哥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一点突然 但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我们结婚的话 就可以给武艺一个健全的家庭 稳定的经济条件 就 就没有人能够抢走武艺了 这招 武艺呢 啊 舅舅 我喜欢你 我不会想爱无意的 我向你保证 无意他一定没事 相信我好吗 这次专方已经准备好了 所有提问回答及稿件 我已全部确认过了 古都那边都交代好了吗 是的 已经让所有古都们都知道 您即将拥有武艺的抚养权 何齐俊留下的百分之一 大分之二十股权 那还需要同志齐末吗 要不是他办事不力 何苦我大费周章 出来演戏 爸 为什么这上面说 你已经拿到了武艺的抚养权 这不是找到小义了吗 我就是想告诉大家 齐骏有后啊 我有孙子 他小义 就是我们齐家的人 爸 武艺现在年纪还少 根本就不适合现在回齐家 我想等他大一点 再把他接回来 胡说 齐家人 怎可能跟外星 马上宣布 马上办手续 马上改名 岳南 尹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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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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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您这位 刚刚找回的小孙子吗 在我儿子的遗嘱中 他把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给了我的小孙子 你们不能进去 我能带为运营 可是 武艺的抚养权 从来没有给到过你 而是在武娇娇这里 到底什么关系啊 那股权到底是谁的 武艺的确是您的孙子 可是 我大哥为什么没有把飞养权留给你 因为他早就意识 你只在乎股权 根本不在乎 作为武艺的监护人 我决定将这百分之二十的股份 带运营权 交给武艺的二叔 也就是骑士集团的 奇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回来了 你 姐姐 谢谢你 谢谢什么呀 谢谢你相信我 也谢谢你 把我一带回来 除了武艺 我也习惯了有你 在这个小院里 见证了我们的点点滴滴 这段时光里我们一起成长 你抹掉了我的嚣张 立即 我也感受到了你的唇凉 和尖角 小小 我爱你 只要有你在 我就觉得很安心 谢谢你陪武艺一起长大 未来的日子里 你什么话来守护你呢 我想和你有个家 不是 注意点varum ода 好了 你的东西 两 fountain 你的那 network 也有至少 你怎么说 的话 你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哎呀爸爸妈妈需要我帮妈妈 你 林依呢 他可多变呢 你快来跟我一起看呀 你怎么跑走了 啊 我们马上就来 喂颜恺 喂小柔啊 过了 小宝今天跟我走 不行 我可是祈祖安排的 江娘华的票都卖好了 可是小宝更喜欢我呀 是吧小宝 姐姐带你去吃奶油蛋糕好不好呀 小宝喜欢谁还真不一定呢 那我们就一起啊 买了奶油蛋糕去看江娘华呀 我们出发吧 好走吧 好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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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